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当时太过度泡沫化的 就从此泡沫化过了 现在最新的有几个概念 其中一个你可能听到的NTF 另外一个叫做元宇宙 你可能听到这三个字 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 文签的学者报陆陆续续 为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元宇宙 它基本上一个虚拟实境 而我们来看中国在元宇宙里头 其实不只是中国 而是中国现在对于很多事情的监管 会比较走在大家前面 另外中国的企业 对美是一个新的观念 赶快去赠这个新的观念 然后可以使它的股价可以往上抬 这也是中国企业里头很大的一个特征 所以按照现在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 成为很多人在股市里头 圈钱的新手段 然后沉溺在元宇宙的虚拟世界里头 这个不可能是未来 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好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模式 不过BAT已经全面都布局了 阿里巴巴成立了XR实验室 在元宇宙里头 百度是VR 腾讯也用了游戏加社交的方式 但什么叫元宇宙 这是第一个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的 接着我们再来谈 所有的新概念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乱象 而且有些是根本没有真正的元宇宙的技术 却硬放上这个名称 目的是要在金融市场里头 得到最高的股价 根据统计 最近中国大陆有好几个 只要是跟元宇宙有关的市公司 它的股价涨幅都超过百分之一百 欢迎来到百度世界会场 这里有百度大脑 百度无人车的赋能行业的运用展示 还可以在Intel未来生活馆 体验数字时代的智慧生活 这是百度PK阿里与腾讯的奋力一搏 凭借着号称是中国第一款元宇宙产品 西壤 百度努力要成为元宇宙的引擎 只需要戴上VR头盔 接入百度的西壤平台 就能进入一个科技感满满的展会场景 在这里你可以和其他人进行互动交流 也可以像在线下参展一样 坐在百度大脑 未来出行 未来生活 AI教练 四大展区 面对面地了解最新的技术应用 这种体验既真实又科幻 我有看到那个Devcon的标 这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在虚拟世界里去开了一次会 还有一条金鱼 这个应该是 大鱼海棠 这是大鱼海棠那条鱼 鲲 这是一个挺酷炫的场所 然后还有舞池 大家在看到了车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日增成熟 加上AI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支持 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 一级玩家里绿洲的元宇宙 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 也吸引全球科技巨头 争相入局 中国的BAT中 百度早就在VR方面 投入大量人力 开发吸壤虚拟平台 腾讯在2021年十个月内 至少投资了67家游戏公司 预料将以游戏加社交的方式 接轨元宇宙 阿里巴巴则通过刚成立的 XR实验室 逐步实现元宇宙的四阶段布局 要想真正地支撑起元宇宙 需要很多领域的技术 例如芯片技术 5G甚至6G等通信技术 还有虚拟现实技术 各种游戏技术 人工智能的技术 所以现在有所谓的元宇宙概念股 就是反正和这些领域 沾上边的产品或者公司 都可以借着这一波风来炒作一下 作为元宇宙概念最主要的硬体承载设备 中国曾经许久的VR产业 也迎来了新机遇 截至2021年8月底 中国的VR AR产业相关领域的融资 就有134起 行业数据预估 中国VR产业的市场规模 到2023年 渴望达到人民币1051.6亿 近期 国内各领域知名企业 纷纷加入申请元宇宙相关商标的行列 9月发出申请的 有腾讯 爱奇艺 理想汽车等企业 10月则是欢瑞世纪 网易等公司 11月 小鹏汽车 蔚来汽车等公司 也开始入局申请行列 这期间 就连卖奶茶的蜜雪冰城 卖火腿的双汇 也没有错过这波申请热潮 尤其上汽集团 更是一口气申请注册了近百条 包含车元宇宙的字样商标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所谓的元宇宙公司 其实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往往是因为自身缺乏概念 而硬套了一个概念 燃起了一波虚火 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元宇宙概念股不断飙涨 11月就有十多档元宇宙概念股 涨幅超过了30% 其中有部分公司 更是从9月底狂涨 累积涨幅超过了100% 这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10月以来在万德元宇宙板块的 85支个股中 至少有17支发生了股东和高管的 减持现象 减持总金额超过了12亿元 中国官媒证券时报一篇题为 元宇宙炒作和实修的文章就指出 在元宇宙概念依然模糊 这个阶段的炒作 不过是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上市公司 作为股东的退出筹码 这概念炒得很热 很多人因此股价高涨 很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新的 这个圈钱的这个手段 在中国以主管网络安全文明的 360公司创始人周鸿一 直言不讳的点出 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元宇宙乱象 听元宇宙第一课 强跑元宇宙时代 一些和元宇宙相关的培训项目 在网课平台推出后立刻受到关注 这套售价约合台币130元 一堂十分钟共六堂的课程 推出后已有四万五千九百多人购买 足够业者累计收入 已经超过了130万人民币 学完后记者发现 自己就好像读了一篇 元宇宙的概念作文 没有太实际的内容 更像是关于元宇宙定义的扫盲 而和元宇宙毫无关系的旅游景之 也来蹭这个热度 湖南张家界景区官方就宣布 成立中国景区首个元宇宙研究中心 希望借此吸引优秀的人才和资金 也许这个嫌疑吧 从大家来看 但是我觉得 不是我们四个小时在做些事情 还有不肖业者 打着元宇宙的名号型诈骗之时 他们打着投资三十万 编完游戏 两周内就能赚十四万的噱头 引人上钩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 打着元宇宙旗号来做的一种新型骗局了 围绕着元宇宙的一切 是机会还是陷阱 是互联网的下一代浪潮 还是高科技的精神鸦片呢 我觉得这个不代表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那代表了人类的陌落 就是我们如果摆脱现实 在现实中不经过这种艰苦的努力 去获得一种成就 大家都生活在虚幻的空间里 那扎克伯克就希望我们全世界 几亿人每天最好24个人都 都待在他的虚拟社区里 都在那个世界里 都在这个世界里 我觉得这应该是 从赚钱的想法是很好的想法 因为极端沉迷 拿到用户所有的数据了 用户什么数据都在里边了 可能对这个公司的业务 是有帮助的 但我觉得对人类 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谢谢你收看 明天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